语音部分 诶 我们拍了 嗨 大家好,我是田一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上次去下门拍的人生案look 我是当时过程 想要发一组有纪念意义的图片 然后就去拍了 没想到它已经2021年了 我还没有把它发出来 但是没关系 那个视频里也有好多宝贝在求这个妆容 然后这个妆容也确确实实又日常又简单 今天呢就是在我的新家里面 用日常光线给大家画一遍这个妆 大家放心学 记得交座椅 好了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先涂个防晒霜 有点晒 因为还没有搬完 后面这里不是还有些箱子吗 全部搞完以后 再给大家拍一个room tour 想看room tour 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现在发弹幕 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一下 我收集一下 正好到时候出门拖的时候 一块 先上粉底液 最近我用那个面霜用的都是小罐 这个 这个 整个皮肤就特别特别润 最近还有在用射频仪 就是可以让脸 我这个眼睛有点发炎 熬也熬了又太多 不重要不重要 刚才说的那个射频仪 就是它可以让脸有一些下垂 或者松弛的话 它可以让它变得更极致 坚持用的话 你皮肤有变 回头做那个日常护肤的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粉底的话 其实遮瑕还是挺好的 刚才这个地方比较偏红的 基本上是可以遮住的 泪沟能看出来 然后还有一种沟 这个点皮肌底 这里凹进去的需要稍微的 提亮一下 昨天我试了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今天试一下这个浅色的 大家看一下 太美了 主要是这个笔记底 试图让它们跟粉底液融在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 把这个猪肛脸一样的油光给去掉 像Zimmer的粉底 左右脸对比我就直上左边 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磨皮的效果 哎呀 这个都好疼啊 买对比一下 冬天 就有可能你打底的时候 需要比较滋润的这种 就有可能会变得比较的 竹钢链 这个地方还是稍微有点黏 Makeup forever的这个散粉 而且有的时候就脸上涂 护肤品涂太多的时候 就会把头发粘在脸上 滑滑的干爽 但是不会有丝力 这样已经快下山了 我才刚上了个底妆 这个Hollands的 我就尽量还原哈 毕竟那个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儿了 先画眼妆 urban decay的 红棕色系的就可以 打底的时候呢 除了美光谷这个地方 要空出来之外 其他地方全都填上 你如果怕就是画到 内垢的这个地方 就把刚刚遮上的 也给画出来的话 就可以这样 你的眼睛 找到卧蚕的位置 反正那是棕色的嘛 就稍微把前面上跟这个地方 戴一戴 步骤可能稍微有点奇怪 先上一下修容 Omega 巨多的这个里面的 比较深色的这一块 加深一下 纳士的这块白色粉笔 再给它往上面增加一个立体度 这个 牙光的 上在后面 节目可能不值得 沿着这个地方 也稍微的过渡一下 这过渡后半截啊 就如果有上眼皮的话 让它就睁开眼睛 印子正好在上眼皮的这个位置上 这样这个最深的颜色 跟倒数第二个因素 就贴着睫毛跟过 用点点点点点的方式的涂上 上下的鱼粉 带过一下下面眼睛的这个三角区域 嗯对啊 不就是我 只有画后半截 前半截的这个留着 一会儿画过参用 这个睫毛如果加翘了 真的是眼睛能放大了 0.5倍 先涂一个睫毛卷翘定型液 接下来呢就是睫毛膏 怎么样 也就比一开始大了5倍了 画一个小一点点的眼涂 嗯这个妆还是偏少女一点点的 就没有那么的妖艳 所以眼睛不能画很长 本来我的眼尾是在这个位置嘛 然后脱离它 往上面浓一点点 空的地方甜一甜 整体眉毛的形状呢 是那种比较弯弯的 我妹妹垂下来 我现在觉得画眉毛啊 就是底下有个眉毛嘛 就沿着它画 两边都画完了以后呢 再去看 对称了没有啊 没对称嘛肯定 每边高了啊 然后把它搞低一点 低了然后搞高一点 就对称了 尤其是眉毛本来就不对称 你看不对称嘛 而且看起来还很逗 这种刷子 那不该有的地方去掉 大概就是这样吧 主要是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 红的这个颜色 把卧彩的这个地方再扣一下 纳尔斯的这个提亮的粉 ok 先把口红画了 我就记得我这个颜色呢 是有橘 然后又有红 姜皮儿啊 稍微把最初画厚一点点 用这个棒棒糖再叠加一层 鑽石高光 涂一点在眼皮中央这里 涂一点在颧骨这里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眼珠子红的吧 跟这个妆特大 这个妆最心机的地方 除了珍珠以外 就是这堆闪钻 就反正你要拍照的话 露出来多少 就涂多少就可以了 把它上在一些比较 就是需要细节刻画的地方 比如说 卧蚕 双根 鼻梁 鼻尖 最后一步 某宝上面 两块钱一板的这个贴画 用这种 就是比较 稍微比较小一点点的 沾双眼皮 假睫毛的胶 涂在卧蚕的下面这里 歪了 歪了没关系 反正那是透明的 就是牧师前方 然后正对着你的瞳孔 下方 这里涂一点胶 抠下一颗珍珠 我涂哪个在这 粘在上 大概就这个位置 要贴歪了 没关系 不对称 没关系 摘个重新贴就是 好像是不太对称 有点痛 就这样吧 这个妆就化完了 现在我毕竟是已经回到杭州了 然后旁边也没有海 这个妆容展示呢 主要就给大家放一下 之前我去拍摄的这样 《闇》 《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戒指 就正好跟这个珍珠就搭一下 我没有搭珍珠口环是因为觉得 那样好像有点 没意思 然后呢就是这个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去年有拍一个去十二光年判店 就是那天当天在店里面 看上了人家的这个群冲 正好就搭了这个look 这个的上衣呢是韩国留学的时候买的 我记得我是在三思一这个店里买的 后名的沙的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袖子是完全蓬蓬袖 那这个领子就感觉有点酷酷的 当时看见就买了中间扎了一个腰带 那个腰带其实是我的草帽上面的 一份白色的绳子 这个珍珠呢就正好有一点 那种严谨下肢的感觉 感觉我的脸现在面中没有那么长 还挺日常的 然后也挺出效果 拍照什么都挺适合的 期待大家交作业 我也会在大家的评论 交作业的宝贝里面 没送出神秘礼物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的专容 想看这个房子的router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今天这个视频应该 没有特别的虚吧 其实这个还是加盟的这些 X Mark 3 就是之前一直对着齐玉老师的那个 我把他的那个对焦模式换了一下 换成就对着正中间的中换了 今天应该是还可以的 现在真的已经 屋子里面已经很暗了 但是我看起来还是很亮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三点一下 我感觉刚才阳光的时候 好像就是这个闪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 其实特别明显的 我现在把那个美头给摘掉了 黑眼珠配这个妆也是可以的 现在是我家里面的这个室内光 好像也还行看着 好了 这回真的拜拜了 拜拜